全油管最快新闻,阿里集团首次正式拼多多威胁,开始构建便宜商品机制。 在2018年双11之前,拼多多的威胁引起了阿里的注意。 阿里意识到,为了对抗拼多多的低价策略,他们需要构建一个让商品自然变得便宜的机制。 这个机制将重点关注商品供应链和运营成本的降低,以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给消费者。 阿里集团希望通过这一机制来抵制拼多多的竞争,保持市场优势。 这次正式威胁的举动表明,阿里集团意识到拼多多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竞争力量,值得严肃对待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新闻